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下午再一起聚会 敬拜神 下午继续来查考有关西西家洁净圣殿的这些相关道理 让我们来看历代自下的三十章 历代自下 三十章 第十节到十二节 我们先看第一节 三十章的第一节 历代自下三十章 第一节 从这三十章开始 就是讲到他们恢复圣殿的献祭 还有烧香 敬拜神的事情之后 那这是信仰护心的第一步 因为圣殿的门打开了 修理好了 而且把污秽的东西都洁净了 那祭司立位人也一样洁净 所以开始有烧香跟献祭的事 那以色列还有一些节旗 而且这些从一月节 还有那个祝鹏节 什么节 这些节旗 都是神定的 所以当他们恢复圣殿的崇拜以后 三十章开始记载 这时候西基家就写信 然后就安排人 你把这些信送出去 包括以色列和犹大众人 那这时候的以色列 北国以色列 其实已经被灭国了 所以这时候他们也没有 没有一个很安全 很舒服 可以安定居住的地方 因为国王被杀死 国家被灭掉 其实就是被 在生活当中 要受很多的苦 这时候南国犹大 就是西基家当王 那现在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既然已经修理好了 恢复金拜神的事情 接下来他们就是要守鱼月节 第一节里面后面有写 要守以色列神的愉悦节 就是跳过去 遇到那个是出埃及的之前 最后一个灾难 神要击杀每一个埃及人家里面的长子 投生的 然后遇到有那个门 有魔学的 就跳过去 那个叫做愉悦节 那这个是在纪念神的救赎的恩典 每一年的愉悦节 他们都要守这个节日 要纪念神的救恩 那这个时候西基家 他就想到这件事情 对面以色列已经没有国家了 可是他们跟我们是一样 选民 那虽然国家没了 可是百姓当中还是有一些首领 因为每个支派 每个支派都有他们的首领 那这个信邪 就是要去传给每一个支派 信邪好了 那西基家就派人 来传给每一个支派的首领 那首领就是会告诉每个人 这种情况就像我们 柬埔寨政府有什么新的命令 那政府发布这个命令之后 政府以下的每个官 就要去告知 那像我们这有小区 有区长 有村长 很多事情 村长告诉我们 那我们有什么事情 找村长帮忙 找村长证明 因为他就是政府派在我们当中 当我们的一个带领者 以色列的这个支派当中 也是这样 所以从第一节里头 我们看到 西基家写信好了 派人送去以色列 告诉他们 今年的逾越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遵守 那我们再看过来后面 第二节 30章的第二节 因为王和众首领 还有耶路撒人的权位众 已经讨论 大家开会讨论 我们在两个月内 我们要守余月节 所以写这个信 到开始余月节 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好 那我们再看后面 第10节 第10 这个信就有人送出去了 那信送出去之后 那送信的人 从这个城 跑去那个城 从这个支派 跑去那个支派 第10节这里讲 包括以法列 马拿西 一直到西部轮 可是这里的人 看到这个信 大家都在笑 那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事情来取笑 没有特别写 但是他们看到这个信 却笑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但是11节 那里有谈到 有包括 亚瑟 马拿西 西部轮 这三个支派 这些支派的人当中 也有人就自己谦卑 就是 想到自己的罪 然后自己谦卑下来 然后他们就从北国 以色列 这样子来到耶路撒冷 也就是说 他们愿意 跟南国有大的人 一起来遵守 愉悦节 这个节情 那整个30章 大概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工作 正在做信仰复兴的事情 这个国家分裂以后 犹大是犹大 以色列是以色列 根本就是 好像我们现在讲 你家是你家的事 关我家什么事 关我什么事 中国犹大 犹大的 这个他们遵守的神定的 那个阶级是不一样的 好 而且不单单在撒玛利 还有比较最北边 边疆 就是在最远的北边 那个淡 淡自派的地方 那里也有祭坛 国家分裂以后 竟然连拜神的事情也分裂了 那现在国家被灭 他们在信仰的事上 事上都已经在拜偶像 因为北国一直就是在拜偶像 在北国 在北国以色列没有一个是好的国王 他们用拜偶像的方法 再来敬拜耶和华神 神当然不喜欢 甚至连耶和华神也不拜 就直接拜偶像 那这个当然成为他们在信仰的罪 有道本来也是这样 在整个信仰上 比如说在这个高度 他们其实是一直向下一直掉下去 一直掉下去 北国以色列没有人把他们拉起来 他们就一直往下掉 可是南国犹大出现过几个好王 这些好王就把他们拉一下 拉一下 把他们拉起来 其中这个西西家 他就是好的王 那他不是只有拉 拉把自己南国犹大的这些支派 这些神的选民 拉他们在信仰上提升 他还想到 我对面 我们的兄弟 那些都是我们的兄弟 支派 那些其他支派 都是神的选民 所以30章其实讲的 就是西西家在做挽回的工作 这个挽回就好像一个东西 你要掉下去 你伸手去把他拉 要把他拉回来 拉回来 那现在的机会来了 因为他们的国王没了 国家已经被亚树灭掉了 那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敬拜神 要守约节 来 回来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来 耶路撒冷一起 敬拜神 一起来乡神守节 所以我们讲 他不是单单 顾着犹大的国民 还顾着北朝 以色列的选民 所以西西家 他是站在信仰的角度上 他看中了 他是我们的兄弟 他是选民 他是神的百姓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我们先来看看 因为他要做挽回的工作 那挽回的工作 会有什么考验 其实在这个三十章 第十节里面 就讲到几个困难 因为 这个送信的人 从最远的地方 一直到整个 选民分散的地方 全部都要跑遍了 好 那这个地点 我们看那个三十章的 第四节那里有写 第五节 这个命令 三十章第五节 于是订了命令 传遍以色列 从别士巴直到旦 让他们都来 在耶路撒冷 向耶路撒冷 以色列的神守逾月节 好 所以这个区域就是从旦到别士巴 那旦就是以色列国最别边的地方 那别士巴在哪里 别士巴是犹大国最南边的地方 在深圳里面 从旦到别士巴 这样的字 常常出现 那这个指的就是整个迦南地 这个就是神 赐给以色列选民的全部的土地 就是从旦到别士巴 只不过到国王的时代 分裂成南国 北国 其实这个整个迦南地 它的面积也不大 如果用我们现在卫星的定位 但到别士巴 它的直线距离是236公里 可是如果古时候的路 它不是这样子一直走 它要弯这样 弯来弯去 因为那个路要受到环境 地形的影响 所以整个那个路程 可能一趟路下来 要超过300公里 300公里大概就是 从金面到半通这样的距离 半通的比较靠近北边 靠近马德望那边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距离 300多公里 好 那他们开始去传这个信 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个考验 路程那么远 那个就是一个考验 那有多少人可以去送信 我们现在就很简单了 手机拿来 然后按一按 用LINE也好 用Message也好 用Email也好 他就跑去美国 跑去哪一个国家 你只要找对人 有他的联络的方式 很方便 在没有手机 没有电话的时代 我们就用写信 以前有专门养鸽子 把这个信 送到很远的地方 鸽子就 回去 他信送完了 鸽子 他会任路 他会回来 有一些地方就是人 自己送信 好像我们现在的邮差一样 那我们想象 两三千年以前 他们要去传递这个讯息 是要人 带着这个讯息 可能是走路 可能是骑着驴子 或者是骑着骆驼 他们去做这个工作 当然在路途上 他就会有许多的考验 这是环境的考验 那第二个考验 我又不认识他们 我要去跟他们 讲这些话 他们接受吗 因为如果从圣经来看 他们就有人不接受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第十节那里 他旁边的一些地方 包括以法连 马来西 一直到西布伦 可是这里的人 却细笑他们 讥笑他们 就是讲不好听的话 然后把这些事情 你看你是在开玩笑吧 不会吧 就是用一种很轻视的语气 还有态度来看这些人 可能他们心里面会想 为什么我们要去耶路撒冷 守这个节 我们在这里就好了 以前我们的王在撒玛利亚 在旦都有设立很多的祭坛 跑那么远 浪费时间 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 这个大概就是 他们取笑的话 那这当然对送信的人来讲 也是考验 而且会不会有人就动手 就打起那个送信的人 你是南国派来的 你来我们这里 到底有什么目的 是不是要来害我们 说不定还会被打 因为他们以前有先知 像耶利弥 也是被他们骂 被他们打 还被关起来 伊利弥 他是神的先知 他传的也是神的讯息 可是很多人还是不接受 甚至要伤害他 这也都是考验 一种对他的一个考验 那我们看到他们现在的这些考验 我们把那个时间拉到我们现在 那我们假设 我们就这样子想 我们现在是在得救的教会 那得救的教会当中 我们分辨了很多的城市 我们先不要管别的国家 好 我们想我们在柬埔寨 好 问一下我们柬埔寨的弟兄姐妹 我们柬埔寨现在有几个神 有没有人知道 几个神 25个 25还是26 25 26 一般25 一般26 好 一般25 那到底是25还是26 我在柬埔寨问的时候 他们说25个 柬埔寨给我的答案是25个神 然后还包括我们金边 它是一个首都 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是有25个神 跟一个金边市 好 那第二个问题 我们现在有几个神 有我们的信徒 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 其实我们有答案啊 我们在后面旁边那个护堂上面有一块很大的白板 我们家会哪一个神 有多少个信徒 那里都有写哦 不知道有没有人去注意看一下 那我们的专职统计的告诉我 金边市不算 我们有11个神有信徒 那如果再加上金边就是有12个城市 有信徒 可是这12个信徒就好像以前以色列的12个字派 分散在整个迦南地 好 那事实上 当时候西西家的观念就是 我们大家都是神的选民 而圣经告诉我们的 我们一样是信耶稣 我们是主内的一家人 所以也是要借着这一段的道理 让我们学习第一个观念 我们信主的人 在整耶稣教会里面 我们是一家人 那既然是一家人 我们要有圣经根据 不然那个只有传道在讲 我又跟你不是同国家 我怎么跟你是一家人 所以我们现在从圣经来看 我们到底是不是一家人 我们第一个 我们第一个来看加拉泰书 加拉泰书的第三章 加拉泰书第三章 我们要从二十六节来看 加拉泰书第三章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念到二十九节 二十六节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习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带基督的 并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 二十九节 你们既熟基督 就是亚伯拉安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 要承受产业 好 这是保罗讲的 因为保罗很清楚 耶稣救恩 清楚耶稣救人的福音 以前 犹太人也在分 我们是犹太人 你们不是 跟我们不一样 你们是外邦人 如果从犹太人的观念来看 我们也是外国人 因为我们不是犹太民族的 可是在耶稣的救恩里面 耶稣的救恩不是只有给以色列国 给犹太人 当时候的希腊人 当时候的希腊人 或者是埃及人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 因为保罗去传闻就是跑了很多国家 他从亚西亚 跑去欧洲 我们看到那个北历 是往非洲的地方去 因为他在传福音给那个 埃及俄伯的太监 所以那个福音后来就传去非洲了 这些都不是犹太人 可是他们都是耶稣要救的 那个时候的门徒都明白 耶稣的救恩不是只有给 耶稣的救恩不是只让犹太人得到 所以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才会讲 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那其实如果这个话来看 我们现在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这些相信的 福音要救我们这些相信的 那我们信耶稣有没有受洗 我们都有受洗 二十七节就讲 你受洗就归给耶稣了 所以是耶稣的人 我们也称为神的儿子 是因为我们信耶稣 接受洗礼 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子 那这样子怎么还可以去分犹太人 希腊人 就不可以这样分了 那如果用我们现在 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 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 你们是柬埔寨人 我是台湾人 你是中国人 还可以这样分吗 在救恩的国度里面 没有这样分 耶稣只认 这个是我救的 这个是用我的血买来的 这个是我的儿子 耶稣只会这样讲 他不会说 你是哪一国人 你是哪一国人 所以我们成了一家的 而且神给我们一个证据 那个证据就在我们里面 你是神的儿子 你才会有这个证据 四章的第六节 迦拉太说 四章第六节 你既然成为儿子 神就猜他儿子的灵 进入我们里面 进到我们的心 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称天上的神 阿爸 所以我们都称天上的父亲 天上的阿爸 这个就是一家人的证据 好 那我们再看 第二个证据 以乎所书第二章 以乎所书二章 我们看十二节 因为以乎所书 也是在讲神的救恩 那二章的十二节这里讲 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与基督没有关系 然后以乎所得人 也不是犹太人 所以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那你不是犹太人 神在圣经里面 所有的应许 神跟人立的约 你都一点机会都没有 就是神跟亚伯人立约的内容 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你活在世上就没有指望 也没有拜到真神 没有神做你的帮助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住在以乎所这里的人 已经信了耶稣 而且他们洗礼 洗礼就是主耶稣 用他的血来 洁净他们的罪 本来人有罪不能亲近神 可是十字架的救恩 就让人的罪除掉 然后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与神亲近 成为一体 我们看二章十字架 二章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灭了猿丑 这个指的就是耶稣被定十字架 那这十字架让世人 跟神和好成为一体 一个身体 所以我们都是因着福音 因着神的灵 把我们带来到神的面前 十九节就说了 这样你不是外人 你也不是做客旅的 以乎所的信徒 就跟圣徒同一国 是神家里面的人 那这不是只有以乎所这样 我们在前普在的信徒 也是这样 我们在台湾的信徒 也是这样 在中国也是啊 其实在世界上 不管你在哪个国家都一样 我们既然进入到得救的教会里面 我们因为信 而接受洗礼 就得到耶稣的血 来洁净我们 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生命就是神的儿子 这个新的生命 就是天上的国民 就是神家里面的人 那个新的生命是什么 就是我们被得 我们洁净的灵魂 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得救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一家人 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 你在神的国里面 主耶稣不会去跟你婚 你是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国家 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婚 那既然是同一个 同一国 同一家的人 神经里面还有一个观念 是同一个身体 这个更亲近了 我们来看那个 戈琳多前书的十二章 戈琳多前书十二章 十二节到十四节 我们在看圣经 他也是很奇妙 先从同一个国家的人 再谈到 我们是同一个家庭的人 那现在我们要讲是 同一个身体的人 可见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多么亲近 那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一段 我们来看 我们来一起念 十二节 十二节 就如身子是一个 却有许多的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 仍然是一个身体 基督也是这样 十三节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西利尼人 是维努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个圣灵 十四节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 乃是许多的肢体 圣经在讲 耶稣基督 是一个身体的头 那我们所有的信徒 就是这个身体的 不同的肢体 就像我是一个人 站在这里 我只有一颗头 没有三个头 那我有两只手 两只脚 我每一只手 上面有五个手指头 手指头 它上面还有指甲 还有这个能动的关节 然后有肉 有皮 里面有血管 有神经 这个都是 这个身体里面 跟身体有关的 这个身体就是这样子 很多的这些肢体器官 重要的这些 来把它组织起来 成为这样一个 有生命的 保罗就是用这样的观念 在告诉哥林多的教会 因为哥林多的教会 常常有人分 你是你 我是我 你不要管我 你管我那么多 做什么 我要怎样做 是我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管我 这个就是 你没有关系 好像陌生人 甚至好像是敌人一样 会互相攻击 可是这样的观念 对吗 不对 这样的观念 在破坏一家一体的 这种精神 所以从耶稣的很多教导里面 他都在告诉我们 这个身体要有爱 要有生命 爱就是让这个身体能够运作 能够正常发展的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这个身体就是 我们信耶稣的人 就是指的教会 教会有那么多人 每个人都那么厉害 可是有谁可以取代耶稣来当头 没有人可以取代耶稣 想要在教会里面 取代耶稣当头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你说我是手很有力量 做很多事 可是你也只是右手 或者是左手而已 你如果是右手 有别人是当左手来帮助你 就像你是手 在前面这一段 最有力的绑壁 能力很多 可是如果你没有前半段 有这些手指头能够动 如果你只有这里 没有这里 手指头可以动 我们看到有那个 手断掉的人 他这里很有力量 没错 可是他不能做东西 他用这个 用这个来做 这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一个观念 所以12章先讲身体的肢体的 彼此之间的那种关系 那因为我们是信主的 有主的救恩 有主的灵 有主的那种 那个爱在我们身上 所以这个身体上面的每一个肢体 他都是互动的 合作的 不会自己打自己 每次就一直打 如果一直打 就是这个人有问题 或者是一直打这里 或者是拿剪刀把它剪掉 一直剪 拿刀子割 没有一个人会自己这样伤害自己 我们总是我要搬东西 脚要准备力量 然后手要准备力量 全身的肌肉 组织各方面就动起来 合作 做好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一家一体的精神 我想当时候西西家 他在那种信仰的护心上 他就是看中这件事情 因为有一家一体的精神 所以他不希望只有犹大国的百姓 可以来守洁 可以恢复根神的关系 他希望以色列国的百姓也可以 那这个就是彼此相顾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后面 二十二节 那里保罗也讲这样一个观念 他说 身上的肢体 人以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少 身上肢体 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要给他加上体面 然后这个身体就全部都漂亮 二十四节后面讲一个观念 神搭配这个身子 把好的 加倍的体面 给那个有缺欠的肢体 免得肢体分门别类 肢体总要鼻子相顾 习习家做的就是肢体 彼此相顾这个工作 那今天我们弟兄姐妹 要学的就是这种精神 既然我们已经在耶稣里面 我们就是一家一体 我们就需要按照圣经所教导 我们彼此相顾 互相照顾 那要怎么做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不讲了 下个安息日 我们再好好的来谈 这一方面的一些圣经的道理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先谈到 西西家派人送信去北国 找他们一起来守节 从这件事情上来学习 我们是一个家庭 一个同一国 同一个家庭 同一个身体的 那以后我们就要彼此互相照顾 应该怎么做 我们下个安息日 再来查考 好 那我们今天先道理分享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唱诗 第六首 我们下个安息日 祢是长 name novamente 大贼 大贼 去当大贼 小贼 全民 舞 你 occu 对 其木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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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要一起来祷告 为教会在推动的事工求神带领 我们也为一些身体欠安、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帮助祷告 当然也要为自己的信仰在祷告的事上 好好地来跟神建立关系 我们在信仰在我们在信仰上的状态 我们在信仰上的状态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 而每一次祷告 而每一次祷告面对神的时候 就是我们坦然面对神的时间 有不足的地方求神帮助加添 有软弱的地方我们向神认错求神赦免 自己的状态只有你自己和神知道 别人不会知道的 但是这也是神喜悦的事情 在祷告中能够回转归向神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